奧斯卡金像導演Christopher Nolan 在過去的作品中有很多樣型非常驚艷 今次他的新片《奧本海默》終於正式上映 在如此華麗的演員陣容 再加上全球觀眾感高的期待值 究竟成績有否相似預期呢? 放心 今天這條片不是跟你玩劇透的 因為我知道很多觀眾朋友很辛苦去撥一些IMAX 尤其要漂亮的位置 很多觀眾都在等著入場 所以今天這條片純粹想跟你說 有哪些要點是你入場前應該要知道的呢? Hi 我是你今天的主持人艾力 如剛才所說 今天這條片不是跟你做任何劇透 因為知道大家看Christopher Nolan 的作品 大家都會很關心他的劇情如何處理很多經驗的情節 所以若果你還沒看 太早被劇透 這件事太慘情了 我今天不會做這件事的 反而有少許的資訊 今天希望可以透過這條片給大家 等大家入場之前 可以打定底做好一點點功課 畢竟整部電影都超過180分鐘 三個小時的時間 希望大家打定底 有了心理準備 知道他為何會這樣做之下 可以在這三個小時 盡情地享受投入這個戲的世界裡 電影《澳本海蜜》是改編至傳機 美國普羅米修斯 講述澳本海蜜這位原子彈之父 參與製作原子彈的過程 澳本海蜜是一位美國理論物理學家 他在1904年4月22日於紐約市出世 他的一生對於量子力學和合物理學方面都極具影響力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 澳本海蜜領導了曼哈頓計劃 當時計劃的目的是為了開發原子彈 對付德國納粹 他領導著一班優秀的科學家進行研發工作 參與研發的人數 由開錯的幾百人 擴展到後來的超過6000人 1945年 曼哈頓計劃進行了第一次的原子彈測試 亦是發射了世上第一顆原子彈 在今次電影中 都有拍攝到這場三維一體核實驗 在這場測試之後 澳本海蜜對原子彈的研製和使用 在內心都充滿了非常大的矛盾和掙扎 原因有兩個 第一 在曼哈頓計劃的中期 德國納粹其實已經投降了 美國的敵人其實只剩下日本 所以澳本海蜜和其他科學家都反覆思考 真的有繼續研發原子彈的必要嗎 因為他們當時透過三維一體的測試 其中一個目的就是要威脅日本 嚇頓你害怕 從而希望你自動投降 但日本偏偏沒有投降 所以最終美國也是投下了兩輛原子彈 對日本進行轟炸 日本被轟炸之後 結果可想而知 澳本海蜜非常自責和內疚 在1965年一次電視公開講話中更加形容自己是 我現在成為了死神 世界的毀滅者 一位非常傳奇的歷史人物 由他一舉一行所做的事情 以至內心的掙扎 都成為今次戲中的主角 非常具戲劇性 劇力萬鈞的一個主要人物 今次這部電影 改編自傳記 美國普羅米修斯 這本傳記 花了足足25年時間去研究和讚寫 被形容為史上最完整的一本 澳本海蜜的人物傳記 其實Christopher Nolan 他想要拍攝澳本海蜜 原因是因為一個人 他就是飾演蝙蜜盒的羅伯·帕迪森 這位英國男星 當時拍攝《天能》的時候 Christopher Nolan 已經有張曼哈頓計劃 放進當中對白一些比喻的部分 在拍完之後 羅伯·帕迪森還送了一本 1950年澳本海蜜的演講集給Christopher Nolan 他看完之後 非常喜歡 就決定要拍《澳本海蜜》 羅伯·帕迪森的呢? 因為導演說他太忙了 過去Christopher Nolan 的電影都已經是用 IMAS的規格去拍攝 這次當然不例外 重點的是 這次連黑白畫面 都是用IMAS的畫面去拍攝 更加是史上首部用IMAS 去拍攝的黑白畫面電影 你可能說 嘻 調個色而已 那就是黑白 其實在IMAS的世界裡 65厘米的黑白膠卷 根本就不存在 本身沒有的東西 但導演要有 那怎麼辦呢? 於是技術人員 他們特地為了這次這部電影 去研發出65厘米的黑白膠卷 嘩 這件事都很瘋狂 一件世界上本身是沒有的東西 為了藝術 為了導演想要用黑白的方式去呈現 沒有 都可以變成有 或者這個 就是電影世界的MAGIC 又再退後一萬步地想 本身拍攝彩色的 為何無緣無故要拍黑白呢? 因為這次 Christopher Nolan 想用第一身的視角去講故事 讓觀眾 由奧本海脈的第一身視角 一起去經歷 感受整件事的發生 所以戲裡面 你會看到有彩色和黑白的部分 彩色是用奧本海脈 第一身的視角去看的世界 而黑白的 就是用旁觀者的視角 相信你現在知道了 黑白和彩色的分別之後 對於你看整部電影 要投入到不同的視角上 都會更加幫到手 其實Christopher Nolan 的 Deen 是一些可以用CG 去造成的場面 他講明 不要用CG拍攝 好像上次天能一樣 他是可以真真實實地 去炸毀了一隻 波音747客機去拍攝 都不是說不瘋 至於 今次奧本海脈要拍攝的是 核爆場景 師兄 那你放心 他不是真的用原子彈 如果真的這樣做的話 你和我不會那麼安全 繼續坐在那裡了 但是整個拍攝團隊 他們為了拍攝出真實感 真的去了新墨西哥州 當年奧本海脈 試爆原子彈的地點 再用多角度拍攝 還原回當時 就在這個地方的核爆場景 今天跟大家講了奧本海脈 這部電影 希望這些補充資料 對於你準備要入場看的話 都可以有些幫助 畢竟三個小時的戲 若果你要完全透徹地了解 打定底 做定功課 是好事來的 還有 都是要少少溫馨提示 畢竟整部電影超過三小時的片場 最好入場前 就喝少點水 再不是去清去楚 你的大大小小 希望大家可以享受這部電影 而且這部電影是有些少成人情節 希望大家可以享受這部電影 今天先跟大家講到這裡 如果你喜歡這部電影 覺得有些幫助 希望可以得到一個like 如果你看完之後有什麼感受 下面留言告訴我 我們在下面留言 多點交流一下 如果喜歡這類型影片 記得去訂閱這個頻道 按下鐘仔搶先 看我們下條片再見 拜拜 拜拜